为了奖励营业人诚实开立统一发票 及配合政策使用电子发票 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淡水基增所 日前来到了台湾高尔夫俱乐部 举办一场111年 国税局淡水基增所 基优营业人颁奖典礼 现场邀请到辖内三家获奖的营业人 而其中台湾高尔夫俱乐部 获得年度基优营业人奖 北区国税局淡水基增所主任 轻送奖牌及自证纪念品 表达功课及感谢之意 为了奖励营业人诚实开立统一发票 以及配合政策使用电子发票 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淡水基增所 日前来到台湾高尔夫俱乐部 举办一场111年度 国税局淡水基增所 基优营业人颁奖典礼 现场邀请到辖内三家获奖营业人 而其中台湾高尔夫俱乐部 获得年度基优营业人奖项 北区国税局淡水基增所主任 亲自送奖杯以及自证纪念品 以表达恭贺的感谢之意 为了奖励营业人诚实开立统一发票 和积极配合政策使用电子发票 在111年度 评选出辖内开立统一发票 基优营业人85家 及使用电子发票 基优营业人51家 总计136家营业人 我们下期的营业人总加数高达 56万013家 获奖几率只有万分之2.4 要脱颖而出而获奖 相当不容易 所以非常恭喜这些得奖人 国社局表示 111年度北区国社局 辖内的营业人家数 总共有56万013家 当中评选出开立统一发票 基优营业人有85家 使用电子发票基优营业人 有51家 总共有136家 获奖率仅有万分之2.4 要脱颖而出 获奖相当的不容易 而在淡水巴里 三支石门金三万里 等六个地区的辖区内 除了台湾高尔夫俱乐部之外 还有可以研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大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也都出席接受颁奖 各位看到背景的 这个球场的这个风貌 大概我们有100年以上的历史 这是台湾的第一座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政府 除了我们是规矩的纳税人以外 也要重视我们 因为这个在台湾的高尔夫球的历史定位上 它是跟其他球场不一样的 它兼顾着这个历史的传承以外 我们又是台湾大概最注重 未来年轻选手培养的一个球场 经得奖基优营业人 三年内可以享受多项奖励待遇 包括在各地区国税局 我们会指定专人协助 这些基优营业人来解决或指导 有关税务的法令实务问题 但水基优所表示 得奖基优营业人三年内 可以享有专柜受理营业税申报 专人协助解决或者是指导 有关税务法令的实务问题 并且由基优机关主动提供 新颁赋税事令 法规修正以及各项税务讯息 而若如其办理盈利失业 所得税结算申报 并且缴清税款者 予以书面审核 可以免列入盈利失业所得税 以及营业税选案查核对象 等多项奖励措施 而另外北区国税局也呼吁 营业人诚实开立统一发票 以及配合推动电子发票 建立一化的纳税环境 使产业再升级 国家建设更美好 记得许端一旦水采访报道